鳳山建成200多年來 負載豐富的歷史古蹟及文化底蘊 為了讓青年朋友更加認識鳳山 以及了解鳳山的文史 市議員林志鴻特別與夸鄉米藝術團隊合作 利用共學營的方式 讓鳳山的城市文化底蘊能扎根到青年朋友 鳳山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文化底蘊的城市 從鳳山的歷史看來 非常具有歷史文理 更是台灣整體的縮影 不論是從歷史的演進 到整體的嶄新公共建設 以及整個人口結構的屬性 都是台灣整體的縮影 所以鳳山的文化底蘊值得更多朋友來認識鳳山 在鳳山有一群文史工作者 在說鳳山的故事 也在讓更多人知道鳳山的故事 這次透過舉辦 就雲來鳳山城市文化共學營的活動 我們希望可以邀請涉及在高雄 或者是在高雄念書18歲到35歲的年輕的朋友 我們希望讓更多人了解鳳山 同時是栽培文化傳承的種子 希望說讓更多人來寫鳳山的故事 說鳳山的故事 共學營兩天一夜的課程 將住宿在黃埔新村民宿 全員藉此來深度了解眷村文化 營隊也邀請鳳山文史學者 透過一系列的導覽與課程 也透過系列朋友創意思考 一起來為鳳山文化推廣添加創意 很希望可以透過培育一些青年學子 也一起來參加這樣子的文化 認識在地的文化這樣子的工作 能夠培育我們在地的一些文化種子 那在今年的8月21、22兩天 我們就會舉辦這樣子兩天的活動 那兩天的活動 我們除了會安排鳳山的文化導覽之外 我們也會有一個專題講座 以及兩場的互動式工作坊 讓大家一起來思考在地的文化 什麼是屬於我們鳳山在地的文化 那現況的文化問題又有哪些 然後也透過這些年輕的創意跟靈感 一起來思考我們可以為在地的文化 做怎麼樣子的再設計 舉辦鳳山城市文化共學營 希望能激起青年朋友對歷史文化的重視 也能利用年輕人的觀念做法 為鳳山文師保存與推廣 提供創意的思考 記者周恩成 採訪報導